徐家敏 關順培 回來第二節的節目 繼續有我們兩位嘉賓 樂池和Mensa 剛才第一節說到 扶青社為青年人帶來很多機會和不一樣的服務體驗 我想了解一下這些服務體驗對於年輕人來說 其實帶了什麼轉變 有什麼不同 我其實看這裏都一段時間 我看到那個轉變都很大 舉例就是我們有些年輕人 其實一開始可能都比較沒有自信 不是很敢去 比如在服務的時候拿著麥克風 去跟公公婆婆說一下接下來的活動是怎樣 大家都很喜歡拿著麥克風推我讓 其實都是常見的 但是隨著很多不同的機會 讓他們去嘗試 鼓勵他們 到後來就覺得其實他們都很駕輕就熟 甚至有不少 到後來都已經可以再調教 再伸進來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見到他們的 一步一步的成長和進步 當中聽到很多對於年輕人 他們在不同的能力上的提升和轉變等等 但是在那個合作上 因為之前Manser也說過 其實是扶輪社一些社友去支持他們 支持他們提供很多資源 我又想知道對於這個大朋友 扶輪社的人 Manser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整件事裡面這麼積極 付出這麼多時間去做 對於自己的轉變那種提升是什麼 我想作為一個扶輪社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和年輕人合作的時候 都會給很多我們的意見 我們的做事 或者做人的經驗跟他們分享 但是反過來我覺得 對於我們都會學習很多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謙遜一些 和他們合作的時候 去觀察一下其實年輕人有什麼質素 值得我們成年人來學習 大人 其實我在當中看到他們 剛才我說過的創意 或者是他們的 我很深刻的體會就是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明白了 我們最初有很多事情是停滯了 做不到 好像我們很多會議 很多訓練班 培訓都做不到 但是透過和樂池 或者其他年輕人合作 他們都教了我很多東西 譬如大家都知道 即使用一些視像會議 一些Webinar 我最初這些是一竅不通的 雖然我也是很IT 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很新的 但是他們其實很多時候 都做到很多不同的Webinar 在當中可以幫助我們 去將那個培訓做得更加出色 現在我想大家都很熟習 視像的事情 但當時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 我和樂池都拍了很多次 就是做一些網上的seminar 這些都是我們在年輕人身上學到的 譬如疫情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的 待會我們會提到一些會議 我們都是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會不會做不到 但原來他們很厲害 他們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 剛才Sean有提到 對於一些大朋友有很大的轉變 剛才一開始 Manson都已經說了 符青社基本上是18歲 你想想當時參加到現在出來工作 但我相信樂池都應該出來工作 我們又想了解 其實基本上你現在工作 會不會深受符青社 那時候對你有很大的影響 特別是在做人處事上面 都有的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都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 剛才我說的 不拿麥克風的 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份 不過去到後來 就覺得其實人家都可以 不如自己也試一下 我覺得在這裡有很多機會 讓我多了很多機會 跟不同的人去表演 例如今天初來跟大家聊天 其實回想起以前的 我就會覺得這些是不可能的 但到現在就發現 其實只要你想做 只要你肯做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 可能會發生的 特別是你現在做事 我也知道你現在出來做事 其實在工作上 你覺得過去符青社 對你現在工作上 有沒有一些幫助呢 有 絕對有 因為我其實直接轉了行 我之前是做一些市場 或者是做一些活動策劃 是比較多的 我也在政府做過一段時間 不過我現在其實 去了一個社福機構做 也是一個頗受符青社 以及一些義工的啟發 就是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平時就用公余的時間 就是放假才有空做 但其實我也挺想 將這件事變成一個 我平時上班都已經可以做到的 我感覺上那個發揮會更大 還有可以有多點時間 真的放進去做一些 我很想看到的社區的改變 暫時我聽到幾個部分 就是過去的二十多分鐘裡面 都有多少可以掌握到 其實在整個提升裡面有些什麼 有說到可以幫助自己 有多點的自主決定 去做很多不同的活動 或者做決策 又有增進了本地 國際友誼 又有能力的提升 又有很多培訓 剛才樂池說到的那件事 更大了 是一種使命感的驅動 連工都轉了 可以令你連工都轉 我相信你的理念已經不同了 是嗎 沒錯 我其實有一個很深刻的活動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疫情期間 我們都很觸手無策 雖然我們一群都是義工 但我們看著疫情 我們平時策劃的義工 都已經停了 但我們看著社會有很多需要 所以我們組織了一群青年人 我們一起出去派口罩 我們派口罩給一些清潔工友 或者一些老宿者 或者一些我們之前合作的服務單位 可能社工不夠人手上門去派發 我們其實都很靠MENSA 和有其他扶輪社幫忙 我們都很無分理我地走運 全港十八區上門 在街頭 到處找有需要的人去派發 這個讓我覺得 也讓其他青年人覺得 原來在疫情期間 我們平時存在的一些關係 其實都用得著 用得著的意思就是 我們原來可以幫助社福機構 原來他們有需要的時候 會找回我們這群義工去求助 我們都很開心 在疫情期間 當大家求助無緩的時候 可以出一分力 這個讓我感覺到很深刻 其實我的感覺都很深刻 因為我也有參與 因為我會看到 當時社會上很缺乏防疫物資 大家都對疫情很多的憂慮 但我看到父親的朋友 一群年輕人 他們的動員能力非常之好 而且組織性都很完善 因為當時我也在幫地區 做一些分化口罩 去募捐 去幫社福機構搜集口罩 但我看回他們 附青 他們在另一邊的商 不停地去 剛才的樂池說 去到不同的社區 很落地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例如一路宿者 或者現在的清潔工人 我深深被他們感動了 他們一群年輕人 群差群力 這就是見證了我們經常說的團隊 其實他們在當中 發揮了他們很多的領袖才能 但也有很多的 附青社這些組織 過去幫我們建立了一個很好的人脈 才讓我們當時反應 可以很快地回應社會的需要 我想追問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相信聽眾我們都喜歡聽故事 在派口罩這件事上 好像都有一些感動一刻的東西 好像有一次說 在垃圾站有一個婆婆 對 我印象中她的口罩都沒有起 然後我們就覺得 為什麼這樣很心痛 就問她 然後她就說 其實因為她沒有口罩換 她只能遮蓋這個口罩 我們都立即給她很多 希望可以幫助她 聽到樂池和Mansha的分享 看到很漂亮的畫面 就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很多友誼 很多網絡 看到社會的需要 然後如何把網絡和友誼資源 好好地配合社會的需要 我們下一節回來 不如繼續跟兩位聊一下 他們好像今年做了一個成事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談 好